神色自若 進到銀樓典當飾品 店員收取精力 拿出紙筆計算機換算金額 黑衣男卻開始東張希望 直到店員蹲下 從金庫拿出現金交付 男子立刻伸手 火速把鈔票抽走 轉身慌張離開 原來他手頭金釋是搶來的 他只要有給我們證件超路的話 這個我們都是 思維是正常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查證說 他這個東西到底是哪裡來的 但這一條長20公分的經驗 究竟是哪來的 時間推回16號凌晨 當時追的麻吉 就是來到中山區的酒店消費 但其中一個人錢貸得不夠 只好叫朋友先出 由王姓男子先貸電所有費用 沒想到隔天中午就在北投 簡姓男子家附近爆發衝突 沒想到真的要索討 貸電費用的時候 對方卻裝傻賴帳 讓他氣得直接扯下 對方脖子上的金項鍊 不敢先幫忙付錢 卻成了冤大頭 惱羞全怒犯案後返回中和 王姓判嫌搶完金項鍊之後 就到自家附近的銀樓點檔 得手3萬多元 被好友刑搶怎能甘心 事隔兩天19號凌晨 兩人再次碰頭 最後雙方相約在拍手前面談判 談判破裂之後 賴帳男成了被害人 進到拍手裡頭提告搶奪 原來奮下搶奪案的26歲王姓男子 結清酒店花費卻拿不回來 憤而下手刑搶 而遭搶的29歲簡姓男子 開心玩樂卻不肯付錢 激怒朋友後堅持提告 本來酒肉朋友一起享樂 一邊談錢雙感情 另一邊想劃分清楚 彼此翻臉 這下反目成仇 記者下訓練和微容 新美区報導